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上次留下來的三題趕快來看一下 甲乙丙三個人收藏的82本書 甲多四本以少兩本 並的書變三倍則三個人的長書剛好相同 那請問三個人原本各有幾本 這個題目呢是這個 我們要用這個題目來說明一下 有的時候你在題目裡面會看到三連式 這個題目我們有什麼東西不知道 應該很顯而易見吧 就是什麼 甲有幾本我也不知道 疑有幾本我也不知道 丙有幾本我也不知道 那這樣子的話呢 詩子要寫什麼 他說甲多四本 疑少兩本 丙變三倍 剛好會一樣 是 那我們就要在這裡說明這件事情 當你看到一個三個連在一起的四字呢 其實它代表會產生兩個關係 一個關係是你可以寫 這一個 因為我們不夠位置寫 寫下面紙裡面 一個四字是 甲加四等於一減二 就是這裡 一個四字是 一減二等於三病 那你說我可不可以寫 這個等於這個 甲加四等於三病 也可以 但是這三個四字 你只挑兩個寫就好了 因為這三個四字呢 其中兩個可以推導出第三個 所以寫三個是不對的 就是你真的用這三個 你真的把它當成三條四字要求解釋不對的 其實它只能夠充當兩個四字而已 這是在這種情況下跟你講的 那我們 甲一病 負置到三個東西 掌握了兩條四字 你也可以寫剛才這個 甲加四等於三病 總之你三條挑兩條寫 那我們還需要一條嗎 一條就是什麼 合起來是 八十二 這樣就可以解 這個色柄 因為柄是 因素 對不對 柄色X 色柄為 色柄有 X本 書 以 Q Q Q 所以乙其實是 3x加2 那甲呢 甲加4是乙減2 所以甲其實是乙減6 所以甲其實是 3x減4 對 對 不用再寫一個折 直接寫在下面 那麼合起來 對不對 是82嗎 最後寫式子 x加3x加2 加3x減4 等於82 所以7x減2 是82 7x減4 84x減4 7x減4 84x減4 12 那我們就解出來了 其實並有12本書 並有12本 所以其實 已是 38 甲是 32 這是這一題 不過在這一題 我們要介紹另外一個解法 另外一個解法呢 就是 他去設一個新的東西 來讓他只需要設一個x 只需要設一個x 所以這一題的確是會出在一元一次方程式裡面的問題 因為他可以只設一個x就解出來 可是一般人 除非你看過這一題 否則不容易想到 就是說 他去設什麼呢 他說最後三個人的長書剛好相同 所以他去設這一個 設 後來 三人接 有x本 那後來都有x本 所以原本呢 則 原本 假有 因為假是多四本才變這樣子的啊 所以原本假有x減4 已是少兩本啊 所以原本已有x加2 那餅是多三倍啊 所以其實原本餅的書是三分之x 對不對 那原本他們三個人降 所以加起來等於82 你去算齁 那 這樣子算出來呢 其實是36 x會是36 然後來看上次留下來的作業的下面這一題 上面這個 畫簡 解多像是 解方程式 我就不帶大家算了 這個括號要自己會猜 看下面這一題 有五個數 他們平均是54 前面兩個48 後面三個是多少 那這個我們在前面就教過了 看到平均的話要想到怎麼樣 總和是平均乘以個數 所以五個數的平均是54 那五個數的總和 我們寫一個sum sum sum 五個數的總和是54的5倍 這樣他的總平均才會是54 所以五個數的總和其實是270 可以嗎 那前面兩個數平均48 所以其實前面兩個數總和是96 加取2才會是48 對不對 後面三個數平均是多少 所以其實從這裡 這題其實跟這個一元一次無關 因為 其實你也可以設 射後面三個數 射後面三個數為x 那你就會得到這個 三倍x 就是後面三個數的總和嘛 三倍x加96是270 射後面三個數為x 但其實不見得要射 還是可以的 好 那這樣3x等於270 減96 是這個 100呢 就給他減剩4 所以剩174 所以x是58 x是58 可以嗎 好 那這是這一題 來看一下這裡有兩個問題 那想一想 這個第一個問題是 我要去解一個方程式 是這個 那我要去解他 所以我想要再等號兩邊同乘2 那如果我乘下去了 下力輸出何者正確 第一等號兩邊會變得不相等嗎 對嗎 不會 因為等量公里嘛 所以你等號兩邊同乘2 等號會繼續成立 那這個值 不變 我們之前有教過 所謂解方程式的目的 為什麼要用等量公里去做 就是因為你用等量公里做完了之後呢 會符合下面那條式子 他等號兩邊同乘2 應該變成x-2x加6 等於 等於 等量公里就是說 你能夠使得這條式子等號成立的x 就會使這條式子等號成立 所以你最後去解完x是不會變的 所以正確的是b 那c跟d都不對 x並不會因為你等號兩邊同乘2就大兩倍 可以嗎 這題算不錯的題目 他是一個觀念澄清的題目 再來看下面這個題目 我要去解這個方乘4 這裡有一個分數的方乘4 那步驟下列合則有誤 他的第一個步驟其實就是等號兩邊同乘4 對不對 等號兩邊同乘4是對的 第二個步驟從第一個變第二個是等號兩邊同加2 對不對 那樣減2就不見了 那再來第二個變第三個是等號兩邊同除x 最後他得到了這個3等於2 不可能 所以無解 那有沒有步驟是錯的呢 其實有 這一步是錯的 為什麼錯呢 並不是說絕對不能除x 而是我們之前有提到 這個3x等於2x的這個時候 其實怎麼樣 x等於0 你等他兩邊同-2x 你就會發現x等於0 x等於0的時候就不能除 因為你不能除0 所以這一題呢 他無解的原因是因為x其實等於0 所以你不能除0 所以最後並不是無解 而是x等於0才對 所以最後這個步驟是錯的 那大家來看一下 在這裡有兩個特別的題目 我們總共有10個圈圈 畫成這個圖形 題目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希望讓這一條4個圈合起來 和這一條4個圈合起來 還有這條4個圈合起來 全部都是23 那這10個圈圈呢 分別是由1到10 每個數字各一個填進去的 那這樣子我填在最中間的這個數字 會是多少 下面這個 這個題目是 這是一個月曆的一部分 我在月曆裡面找到了A B C D 四個數字 是日期嗎 那這四個數字呢 我知道他們合起來是68 請問那A加D是多少 好 趁著我有借書 有這個圖片可以給你們看 我們上一次介紹到了這個 印象派的畫家 莫內 那這幅畫也是莫內的 叫做印象日出 那我們之前有提到 就是由於在近代呢 各種的這個寫實的技法 已經被開發出來了 所以當代的人開始思考就是 我不一定要畫的這麼的詳細 因為詳細的反而沒有那個感覺 你看照片不見得會有什麼感覺 可是你看到這個畫面 你就會覺得 哇 有一種這個 他成功存達這種漁村的在若日 有這種 淳朴的 樸實的 刻苦的 的這種感覺 那所以呢 他所謂印象派 就是他重視的是 這個景留給人家的印象 而不是這個 現實的這個景 在中國的畫派裡面 也有過這樣子的思潮 中國的文人有一段時間 他們畫文人畫 喜歡畫那個 蕭香煙語 就是 呃 香是那個 好險沒有讀下去 蕭香煙語 就是長江在 應該是湖南那一帶 那 當 煙語 當下雨的時候 江面就會泛起一陣的這個 煙 煙霧和雨 混在一起 很美 那他們那個時候呢 流行的就是說 你畫蕭香煙語呢 不是真的要畫那個現場 而是要畫那個意境 所以印象派呢 就是有一點類似這樣 他追求的是那個 印象 所以作者他也不追求 最寫實的畫面 所以你看他的這個 波光靈靈 他就一筆就一筆了 他也沒有說 把他畫得很真實 他就是粗粗的一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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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印象派的話 有的時候 看起來有一點點像水墨 中國畫 因為中國畫就是很走血液路線 那這個是他畫的 這個是他去畫這個賣草堆 他去畫賣草堆 那你看他在三個不同的時間點 在夏天 這個是夏末 這個是日落 這個是強烈的陽光 照射底下 他認為呢 賣草堆在這三個不同的情況下 給他的看起來 在他看起來 他的感覺 他們是不同顏色的 他給他們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他就把他畫成不同顏色 他不會因為我明明知道 賣草堆是黃的 我就硬要 一定會想要把他畫成黃的 他就不是這樣子 他很重視這個印象 所以他在三個不同時間點 看到的賣草堆 他覺得是不同顏色的 所以你看他畫成不同的顏色 那這個就是他印象派 接著我們來看這一幅呢 這一幅是賽上畫的這個聖維多利亞山 那你就會看到賽上他使用色塊的方式 你看他畫這個山 和這個應該是山底下的濃色 他選擇用一塊一塊這樣子色塊去畫 其實就有一點接近中國水墨畫 他們講這個村法 就是如何用毛筆的這個筆封筆策去插出那個岩石 就是感覺有人有腳的感覺 所以其實我剛剛有提到這個印象派的話 看起來有一點會接近中國的水墨畫 只是因為他們那個時候 應該說歐洲他們對於顏料的掌握比中國好 所以他們的這個 而且他們對這個畫具 就是畫布還有這個油墨或者是油畫所使用的這個油彩本身 掌握得比中國好 所以他們可以使用比較豐富的色彩在做畫 那來看一下這一幅呢 是有名範谷的新頁 範谷呢 他就有別於賽上 賽上使用的是色塊 範谷使用的是線條 所以範谷在表示他想要去畫一塊空間 他不會把他全部都塗一個藍色 他會把他用很多很多的線條 來讓你去有一些感覺 雖然是一整塊都是類似的顏色 但是會有一些感覺 那這個是範谷的畫風的特色 就是他使用線條來去取代整片的塗色 來去掌握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他也是一個繪畫祭坊上的革命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人呢 叫做秀拉 那 秀拉 他也是在技法上有很重大的突破 他其實有另外一幅畫是有關這個午餐的情景 不過我沒有找到那幅畫 那 這個如果大家的螢幕解析度 你可以把它放大到全螢幕 然後解析度夠好的話呢 你會發現 秀拉他也不是佐整片顏色的 這個你看到上面這一塊顏色 全部都是用一點一點一點去點出來的 他使用點來取代整片的著色 這個是 他想要透過這樣子一點一點 能夠也是讓讀者 讓看畫的人有不一樣的感受 所以有的時候藝術 就是像我之前說的 他其實就是 你能不能夠掌握到一種方法 是以前人不會的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去傳達 以前人沒有用這個方法來傳達過的感受 所以這個就是藝術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邊的這幾題 這一題 他說這一條跟這一條跟這一條 合起來都要23 那因為這10個格子 其實是由1加到10的 所以呢 你去把他們全部加起來 加加加加加到10 那附帶一起 其實你們可以寫起來 1加2加3是6 1加到4是10 1加到5是15 加到60是21 那加到10是55 所以這邊是55 那不過這10個格子 以他的說法 這一條跟這一條跟這一條 都是23 你如果把這三條全部加起來 你就會發現中間被你重複加了兩次 所以如果說我中間填進去的是X 當我試圖把這一條加這一條加這一條的話 他除了1加到10之外 中間是加三次嘛 所以他會多兩次 對不對 我不知道他X到底是哪一個數字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他會被多加兩次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一條加這一條加這一條 因為每一條都是23 所以合起來是69 那我剛剛說前面其實是55 所以55加2X是69 所以2X其實是14 X其實是7 所以其實中間填的是7 這是這一題 看下面這一題 他說 這是一個閱歷 那其實重點不在閱歷啦 而是在於他是整齊排列的 這樣一直加加加加加加過來加過來加過來的 那所以後面這一個是前面這個加1 D也是C加1 對不對 B是A加1 D是C加1 所以其實今天呢 A加D呢 D是C加1嘛 所以他其實是A加C加1 對不對 那C加B呢 因為B是A加1啊 所以他也是A加1再加C 也是A加C加1 所以其實A加D 就會等於C加B 所以四個合起來68 一個其實是34 這一題也跟這個 一元一次解放城市沒有太大的關聯 重點是你要了解到 他們的特色啦 最後我們來看這一題 有一個絲帶剪成4段 其中3段加起來 分別是37 應該說剪成4段之後呢 我任意挑3段 比如說我這3段 然後改挑這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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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之類的 我任意挑3段 我這樣子去挑 總共會有4種情形 這4種分別合起來 是37 52 48和43 那他說 我再去取一條 一模一樣長的絲帶 然後把它折成正方形面積多少 其實最後面這個步驟 折成正方形面積多少 不是重點 他重點就是想要問你 我整條絲帶多長 這一題其實解得出這4段 都解得出來 你看喔 我就任意找4段 假如說一開始是ABC 假如這4段叫做ABCD 那我一開始就找ABC這3段 合起來37 那你不要問我說 為什麼是ABC是37 總是會有3段是37的 我就叫他們ABC 可以嗎 那 於是呢 另外有3段 是52 就是37的時候 缺的那一個 我就叫做D 52的時候缺的那個 我叫C 所以52的這3段是A B D 那 48的 那3段缺的那個 我就把它叫做B 所以48這3段是 A C D 那還有一個43的時候 就是沒有A的 所以是B C D 可以嗎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前面介紹過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 我有4個不知道的東西 ABCD都不知道 其實我有4條方程式 4個關係 所以其實我可以成功的把它解出來 這4個都可以解 只是麻煩 那但是這一題就沒有要你這樣做 因為它真的要你這樣做 就不適合放進來這個 國一的課程裡 那 這種題目呢 它有一個特殊的想法 你會發現我剛才有特別提醒 37這個就缺D嘛 52這個缺C嘛 這個缺B嘛 這個缺A嘛 其實這4個 4子裡面 ABCD剛好缺一輪 你如果把它們加起來 的話 剛好是3個A 也會有3個B 也會有3個C 也會有3個D 所以剛好是ABCD合起來的3倍 右邊加起來是 這個 37加52加48加43 48加43是91 那 375 2 4 這個 89 所以是180 好 所以 ABCD 那不就是全長嗎 全長3倍 是18 所以其實全長是 60 所以回來看它的問題 它再找了一條一模一樣長的絲帶 折成正方形 所以折這個正方形變長是多少 周長是60 編長是15 那它的面積是15平方是225 可以嗎 好 然後我們今天的作業是 這兩題 那我們今天上到這裡